Hello,大家好,我是John Howell 欢迎来到今天的实验室 那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实验什么呢? 因为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视频 就是呢,他用一个电池来帮他的手机充电 那么呢,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做这个实验的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大朋友都有在 有做过这个实验就是用一粒小小的电池 然后呢,把那个一个LED灯通过一个线 一个铜线把它连起来 然后那个灯它就会亮了 那个算是一个科学原理 那么呢,今天我就运用这个原理 看这个能不能成功了 那么首先呢,你要准备的材料有一个有握的电池 一个 然后呢,你的车钥匙 第三个就是这个车上的充电器了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少不了的就是这个USB数据线 然后呢,有一个就是你的电话 然后呢,刚好这个还有几%? 差不多有几%? 差不多有几%? 就是看得到吗? OK,就是轰轰的 OK,那么呢,刚才也讲到这个科学原理就是电池呢 然后呢,用那个LED灯通过那个 通过那个什么? 它就是通过一个铜线呢,把那个LED灯给亮起来 所以呢,我先实验这个 那么呢,请各位朋友呢 就是,请各位观众朋友 就是,有小朋友看的话 还是,如果你要做这个实验的话 你最好是有家长配动配合 就是,有那个你要带手套的 因为刚好我是有实验过的 那么呢 现在这个电池呢 这样子 这个电池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如果那个有电的话呢 这边是会有灯的 那么呢 就实验看了 然后呢 我呢 揪个比较 圈的 诶,可以看到这边是还没有亮的。 Home 2的时候,还亮了。 OK,用书极线插在那边。 大家可以看到是黄色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边是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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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找到角落 可以看到 OK 燈子 讓你們可以看到 放手一下 口內有插熱 OK 見證奇蹟的時刻 放鬆 OK OK 慢慢的 鬆掉 大家見證奇蹟的時刻 現在這邊是 可能有插熱 噢 碰到這個有電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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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有电了 所以呢就证明了电池是可以 证明了电池是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的 所以这个实验 成功 现在是风充掉了 所以呢这个实验是代表的电池是可以充电宝的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真的是拖 真的是 抓好久这个角度 终于 实验成功 没有多闸 真的是 用电池的 所以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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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支持我们 更多 下边 要